到现在 84年到现在了 说30多年了 对 算了 半斤就30多年了 电了 就一直在这开着呢 对 一直在这开着 之前还要便宜一点 现在物价上涨了 但是物价上涨了 今天来的这家厉害了 看一下我身后这个 砖垒起来漏风的一个房子里边 这下面好像是个水渠 它这个房子就在这个水渠上面架着的 我感觉吃个饭 也都有点提心吊胆的感觉 就在这么一个房子里边 他们是卖牛杂的 走 我进去看一下 看这个房子太有年代感了 他们这个店有点破 漏风 就是在这么一个店里边卖牛杂 昨天来已经卖完了 今天走了 来还买买的一锅 这么一份是多少钱 6元 6元 那挺实惠的 6元卖了多少时间了 我们84年开始了 还要剩下 84年到现在了 30多年了 对 半阶级30年了 属于老店的 就一直在这开着呢 对 一直在这 那6块钱卖了多少时间 先还要便宜一点 先在物价上涨 大概物价上涨了 我们之后的价格 也还算便宜 对 现在在乐山也是算便宜 这个鸡儿 看着特别香 这个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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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 这个肉下面垫的菜 大哥咱这一天就准备这么一锅 牛子 这么一锅卖完就完了 基本上锅中午以后就完了 今天是不大两点就完了 现在九点锅就开始 九点锅开始 然后基本两点就卖完了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 以前我们 我父母就是八十年就开始卖饭 我是九七年棘手的 是吧 下赶 这个房子是专门这种 漏风的这种的吗 下雨不飘雨吗 这是我老父亲以前学的 是吧 你父亲传下来的 那你父亲以前也是在这卖的 啊怪不得了 六元一份的牛仔和心肺 在这么一个 跨瓦房里边 它这个物价算是比较低的吧 比较实惠的 六元一份肉还是蛮多的 而且它这个 卤的时候 它那个颜色 就看着味道已经很浓了 结果它上面还要再撒辣椒和调料 感觉味道更浓了 我先来尝一口吧 其实下面卤着的这个味道已经很浓了 但是上面包裹了那个辣椒 然后辣椒里边有味精了啥的 感觉这个味道更浓郁了 香辣香辣的味道 他们这边吃东西确实味道好浓呀 但这个旧米饭真的太下饭了 蒜也好入味啊 可能是因为我来的有点早了啊 因为我昨天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买完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早早的来了 它这个腥肤要稍微 熬的稍微有点点 就没到时候 不是特别啪 口感稍微有一点点难咬 但是味道确实不错 然后在包裹上 它再撒上它上面这个辣椒 真的是香辣香辣的味道 味道确实不错 而且也比较实惠 还可以 叔叔你觉得味道咋样 可以啊 那我嚼着感觉像是 煮的有点没到时候 好像不啪 啪了就不好吃了 啪了就不好吃了 真的 是吧 真的 真的 就要吃这种比较有嚼头的 慢慢嚼 越嚼越香 嗯 你之前来吃过他们家没 正常来 正常来 嗯 然后配点小酒 哈哈 因为我看这种 我们自己吃东西 真的就太啪了 大家觉得 对 就是要嚼劲 哦 你看他们吃的 我还以为是我来早的 上面的没煮熟的 我们咱们吃的都是米和菜 如果太啪了 马上热烧 然后牛丁 大家很习惯 哦 如果太啪了 以后大家很热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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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